這個該猜就猜嘛 奇怪 為什麼一直凹呢 一下子說他們家有戶籍 他說他們家是公寮 那個樣子像公寮 柯媽媽的尾箭猜了 黃國昌的尾箭猜了 今天你賴清德要不要猜 不要再賴皮了 每個縣市都不一樣 有的是一口架就是固定五線 主張說如果家裡有小朋友的話 租金補貼的數量還可以上升 因為這件事情就牽涉到賴副總統 你今天賴清德副總統 講人家是共產黨 其實他講人家共產黨 內心的意涵就是一種抹紅 就是一種貼標籤 現在人家反擊說 請賴清德你可以動用國家的力量 來檢查他是不是共產黨 如果是的話他願意被你驅逐出境 如果不是 賴清德願意出來道歉嗎 所以我在講你看看 我們選舉的目標 社會和諧、政黨和解、兩岸和平 社會和諧 我們今天看到是一個想要選台灣總統的人 他所作所為都讓這個社會不和諧 讓這個社會分裂 剛才那個違建的問題 我也希望賴副不要變成賴皮 這個該猜就猜嘛 奇怪 為什麼一直凹呢 一下說他們家有戶籍 他說他們家是公僚 那個樣子像公僚嗎 然後再說什麼 那個富級 新北市政府來吹腳 你不會自動去腳 你不是講說你們用比較高的道德標準要求別人 輪到自己的時候用最低的道德標準 我再講一遍 柯媽媽的違建拆了 黃國昌的違建拆了 今天你賴清德要不要拆 不要再賴皮了 以前藍白河為什麼會說 好像大家覺得卡卡的 其實藍白河還是有進度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從那個政策綱領 總統的選舉 立法委員的選舉 選舉結束以後 立法院院長、副院長、委員會召集人 行政院院長還有這個諸葛 那到日後的政治議案的合作 其實這個合作的範圍很廣 所以你問我說有沒有進展 我就有啊 因為每個部分還是大家 有共識的部分很多 當然最後只差這個總統選舉的問題 第一點 韓國瑜沒有當面跟我說過有 佛涵配這件事情 我在跟他交往 在講話過程中沒有這一條